在死的时候看见什么了 只记得有六个年 六个年一个头一个针 针也不见了 湖南百岁老人下葬后突然死而复活 面对镜头 竟称是被故事的老伴从鬼门关推出来的 医生得之后对其进行身体检查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他有种叫做假死 他其实是一种生命极为微弱的一种表现 就叫微弱死亡 只不过是因为家人对这个病人 这个病情判断的事 奇怪的是老人的儿子却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认为自己不认同的事 全都是知识音色 加上外给个苦 其他的该是该是不得熬的 那么问题来了 传说中的鬼门关真的存在吗 当天究竟发生了哪些离奇的事情 画面中这位合法童颜的婆婆 人颂外号张老太 今年已经104岁高龄了 眼不花耳不聋 是楚州当地有名的老兽星 平日里不仅时速自理 闲聊时还喜欢打打麻将 身子鼓那叫一个硬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这年冬天 一向百毒不清的老太太突然病倒了 本以为是偶感风寒 家人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谁料两个月后 老人居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浑身体温助降眼窝深陷 眼瞧着没几天了 情急之下 儿子急忙喊来了自己的姑妈 之后的一个星期里 全家人没日没夜地守在床边 生怕有什么闪失 可没想到怪事发生了 凌晨两点 病入膏肓的张老太 忽然间一把将身上的被子给掀开 娘 天冷 别动着 儿子在一旁急忙给他盖上 可不料再次被老人掀开 这一次 嘴里还呜呜呜呜念叨着什么 姑妈 姑妈 姑娘快不行了 等到众人围过来时 只见老太太面色苍白 两眼紧闭 大拇指和中指 在不停地掐着什么 原来 据村里老辈讲 故事之人离开阳间时 会提前为自己掐时辰 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亲戚们还是面面相觑 毕竟老太太平日里 不烧香不念佛 这会儿怎么会突然 能掐会算了 事已至此 儿子准备离开 去为母亲调离后事 可刚一转身 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句大喊 儿啊 娘要死了 临终前有些事要交代 不走道路 不满身体 多满到鱼仔的 等个奔赏的人 掐好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 老太太就像没事人似的 头脑清晰 口齿伶俐 跟没事人似的 众人清楚 这就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 不禁泪如泉涌 一个个痛哭流涕 下一秒 只见老太太掀开被枕 叫了一声 大富大贵 紧接着 头一拍 再也没了动静 姑妈颤抖地 把手搭在老太太的脉搏上 确定其死亡后 就开始张罗丧事 可谁料 就在遗体入关的那一刻 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湖南百岁老人 下葬后突然死而复活 面对镜头 京城是被故事的老伴 从鬼门关推出来的 这天中午 本该是老太太入恋的日子 可谁料 就在静观的那一刻 她突然两眼一睁 活了过来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 在场的人被吓得屁滚尿流 尤其是老太太的儿子 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因为在此之前 她已经反复确认过 母亲的确是没脉搏了 而且据亲戚们反映 当晚老太太的身体又冰又硬 一切都符合死亡的特征 既然如此 又怎么复活了呢 会不会又是回光返照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儿女们围在老太太身边 等着她咽气 可谁承想 老人家越发有精神 原本浑浊的眼珠 居然明亮了起来 等到第二天中午 居然下床玩起了麻将 那精神完全不像死过一次似的 很快谣言传的沸沸扬扬 村里人都说 张老太这是成精了 毕竟有几个能活过104岁的 当天傍晚 电视台记者推开了张家的大门 起料面对镜头 老太太语出惊人道 据家里人分析 这两个模糊的黑影 应该是故事的父亲 和另一位族中长辈 正是他们在老太太 即将迈入鬼门关时 把她拽了回来 才捡回了一条命 众所周知 什么鬼门关 阴罗殿 那都是古人小说杜传的 对此 儿子当然不信 但为了揭开母亲 死而复生的秘密 全家人还是来到了 县第一医院 没想到 一番彻底的检查后 主治医师都惊呆了 别看老太太104了 除了器官正常退化 有点高血压外 其余一点毛病没有 不可能啊 我妈前几天差点入关 在听完了老太起死回生的故事后 医生思索了片刻 给了一个科学的解释 原来 当人体十分虚弱时 可能出现 呼吸心跳极度衰弱的情况 此时 从外表看来和正常死亡没什么两样 因此 医学上称之为假死 但实际上利用精密仪器 只可以听出脉搏和心跳的 也就是说 张老太被家人误以为断气了 可就在料理后事准备入关时 突然恢复如初 心跳血压又正常了 这才有了当天诈尸的一幕 可问题来了 一般情况下假死的人 都必须送到医院抢救后 才能活过来 四老太太这般自己醒来的 简直是闻所未闻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恰在此时 儿子开口了 什么假死 分明是家人给我们喊回来的 原来 在老太太厌弃后 前家老少跪在床前 哭得气不成声 尤其是几个儿女 一遍遍喊着 妈 妈 你别走 正所谓 京城所至 今世未开 儿子坚信是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召回了母亲 湖南百岁老人下葬后突然死而复活 面对镜头竟称 是被过世的老伴从鬼门关推出来的 无独有偶 在今天的湖北 也发生了一件起死回生的怪事 镜头前 这个精力旺盛的男人 名叫张湘勇 虽已经七寻 却腰不酸 腿不疼 隔三差五还跟广场上的零零后 来一场篮球赛 最令同龄人羡慕的是 他还喜欢搏击运动 有事没事就来上两拳 然而你可能没想到 几年前他还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呢 那时候被疾病折磨的骨瘦如柴 妻子在一旁整日以泪洗面 因患有冠心病 心肌缺血等症状 医生通知家属 尽力心脏移植 但这种事谈何容易 不仅要有匹配的脏缘 还得度过后期的排异危险 好在老天眷顾 张湘勇一路挺了过来 等到他脸上恢复血色时 妻子却猛然发现 丈夫好像变了一个人死的 患病前 张湘勇是小区里出了名的邋遢精 走哪儿丢哪儿 随地土瘫 衣服常年不换 尤其是脑袋顶上的头发 都馊了依旧不舍的打理 而如今他不仅热爱健身 还对衣品有独特的审美 年仅七十了 每天打扮得活力洋溢 晨跑游泳举重一个不少 每当望见肚子上的八块骨鸡 同龄人都忍不住留下羡慕的口水 早年间 张湘勇从来没摸过篮球 可谁料做完心脏仪之后 整个人就像无师自通似的 对篮球有着本能的喜爱 而且手法技术还十分高超 每次出现在场上 总会引起一大批路人围观 难不成这一切的变化 和那颗心脏有关 为此找到了当初的主治医师 听完了老张身上发生的蜕变后 医生笑了 斩钉截铁道 不会 绝对不会 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讲 心脏本身并不会储存记忆性格 年轻一点的心脏 顶多会让血液流通加快 让身体心情愉悦 除此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附加功能 就在妻子百思不得其解时 丈夫开口了 原来当初在病床上 自己亲眼目睹了 媳妇为自己上下奔波 四处筹款 体会到了老伴日夜伺候自己的辛苦 于是在病好后 他发誓一定要脱胎换骨 给爱人一个完美的后半生 为此他似乎戒掉了所有恶习 还学着年轻人的模样 在情人节送来鲜花 只为不得美人红颜一笑 相较于肉体的起死回生 张湘勇的所作所为 让我们明白了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人生都可以重新来过 只要你有勇气和过去的不堪说再见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